而在过年前夕芝麻村幼儿园的娃娃兵 在园长王子敏带领之下来到了洁安乡公所 以梅雨歌舞来喝新年 乡长游淑珍特别准备了新春糖果杯 还有开运金币 用双语亲切的向师生们致上恭喜之意 也让公所同仁还有洽公民 就可以提前感受到农历春节的快乐氛围 再过两天就是农历春节 芝麻村幼儿园的娃娃兵 带来祥诗献瑞美与歌舞贺新年 欢乐童鹰搭配喜庆的新年族曲 更有可爱版的祥诗献瑞 让公所同仁以及洽公民众 提早感受到农历春节幸福的氛围 我们在乡长游淑珍特别准备 中国新年快乐 我祝你们新年快乐 我们在乡长游淑中 更准备新春糖果杯以及开运金币 亲切的送给到访的师生们 也希望孩子们在友善多元的环境中 能够获得更健全的成长与生活学习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祝福新年 祝福新年 谢谢小朋友今天来集安湘公所拜年 看到大家就看到了我们未来的希望 看到我们可爱的孩子 担起我们在整个 吉安湘公所的社会教育 跟我们多元的一个建设上 转实力非常重要 我们要承担起整个幼儿教育 还有社会教育 欢迎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来到我们吉安湘公所 来认识吉安湘公所 甚至于知道我们公务部门 可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多元的社会 最后悠悠班小朋友准备糖果一颗一颗 将许记分享给在场的叔叔阿姨 献上最稚嫩的新年祝福 也让一早的吉安湘公所 充满了欢乐的年节气氛 记者刘明胜吉安采访报道